西湖美景 今天这个视频是想来跟大家拍我的一个最近的购物分享 好像其实也没有买很多东西 我买回来了之后我自己其实也没有再在家里试过 就想今天在镜头前和大家一起就是试试看 就新买的衣服我觉得可能怎么搭配会比较好看 然后你们也可以留言告诉我觉得哪个搭配比较好看比较喜欢 先来说第一件 第一件这件衣服是我去年就想买 然后没有买今年终于买了的 就是Max Mara的大衣 这样子一个坨色的大衣 oversize的就是这种很经典款式的 是羊毛 100%羊毛 毫不犹豫 一个是这个价格 我觉得比起我去年那一天 今年这个价格太良心了 第二我想买坨色的大衣很久了 第三就是Max Mara竟然有我的32号 我觉得这个袋子就这样松垮的 这样垂着也会蛮好看的 然后这一条的长度是到膝盖以下 然后就是这样一体剪裁的坨色大衣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这种oversize最经典的款式 我觉得这个穿在身上还算是有点休闲感觉 不会说坨色的显得很老气 坨色的大衣我觉得是女生冬天里面 就是你上了一点年纪以后一处理的必备款吧 而且这样一件头色大衣就是可以穿很多很多年 不会过时 就不会退流行的那一种 这价格只有我去年买的那一件 Max Mara的三分之一 因为它是Max Mara Weekend的系列 所以它不是Max Mara 它下面的副线 Weekend的系列 我是在同一家汉堡的实体店买的 是有这样的防尘袋的 今年去店里看这件衣服已经涨了200欧了 然后它当时还配了一个这个本身的衣架 还跟我介绍说这个衣架是什么什么材质 什么什么木凡就很高级的那个意思 然后这个就是去年那一件 序别一个就是肯定外包装上不一样嘛 今年这个就只有这样一个袋子 没有衣架没有防尘袋 第二个呢就是面料 这一件的面料是90%的羊毛 10%的Cashmere羊绒 所以这一件里面是有羊绒的 这一件是100%羊毛 没有那10%的羊绒 但是你听上去好像他们只差了10%的羊绒这个感觉 其实不是的 你拿在手里的分量和质感 我不知道你们镜头里面可以感觉得出来吗 是有差的 就是我身上这一件要薄非常非常多 拿在手里的分量也不一样 其实我去年买这件的时候 在鸵色和藏青里面我选了很久 然后这一件它是会更oversize点 然后我觉得会更大气 以后将来30多岁 年纪再长一点的时候 穿起来会更有派头 然后它这个袋子是在这个里面的 里面的内衬也会比较好看 就会比较高级 里面的内衬是这样子的尼龙内衬 加M的烫金 然后你看今年这一件weekend 就是这样子的普通的一个内衬 今晚如此 我觉得这一件鸵色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我觉得都是就是买了以后 剁手后绝对不会后悔的 我觉得非常经典 可以穿一辈子穿很多年的那种大衣 今天我又收到了 我在Shop Bob下单的一个包裹 没有试过我不知道好不好 我忙买的 是Lins这个牌子的 600多美金啊 它还是比这一件Max Mara的价格 要稍微低一点 比较薄耶 嗯 嗯 好像没有很好看 哦你看这个100%羊毛 这个65%羊毛 我试给你们看一下 这也可能刚刚拿出来 所以有点 穿在身上好像 比挂的哪里好看 好看吗 是这样子短款的一件大衣 然后它这件是没有内衬双翻面的 其实如果面料本身比较薄的话 双翻面会比较好看 因为翻出来里面 还是这样子一层羊毛 然后像这种双翻面的有一点好 这样子的袖子你都可以卷起来 这个跟我一双鞋的颜色好配啊 你们看 这两个很配耶 很搭耶 这双鞋是Everland的 是我之前的Everland的视频里面有讲过 然后今天这个内搭里面 这件白色的高龄100%羊毛的内搭 是优衣裤的 然后裤子是Everland的 我今天这一身里面这个白色的内搭 我觉得今年秋冬我就一直一直在穿 我觉得All White非常好配衣服 外面配什么都很好看 如果优衣裤和Everland的那个视频 你们还没有看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穿起来就蛮得体简单大方的 但是因为这两个颜色 它本身的对比度比较强 想要再搭一双这样子的格纹手套 因为本身我没有什么别的花纹嘛 然后它是这样子黑色米色 这一双是Mango的 就是超好看 我觉得我在店里看到 就这个Mango的 质感很不错啊 就是这个质感完全对得起它的这个价格 手套和这样子的砖红色搭在一起 或者说和我刚才那个浅驼色的大衣 搭在一起都会很好看 这样 我觉得是我哦好看吗 那个Mango它双十一折扣还力度蛮大的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Mango的东西就是你需要讨 讨到好看的款式的话就很值得 然后我在Shop off还下单了一件鸵色的毛衣 百分之五十三的棉 百分之五的羊毛 百分之四十二的尼龙 那羊毛成分很少哎 我这间我特地买大的一号 我买的是S的 照理说呢我一般都会买XS 因为我不想它就是太紧身 袖子是这样子有点喇叭感觉的 然后这样松反开来的 然后它的领子也是这样子半高领收口的 下单这一件的时候 我心里是想着我要顺色配这个驼色大衣的 所以我来试一下 这生活中这样的配法是蛮高级感 然后不会出错的一种搭配方式吧 就比较马马虎 你们觉得呢 还可以吧 我觉得这么配有一点点老气的 白的针织上衣 我前两天收到Free People寄给我的这一件 我觉得非常好看 是百分之一百的棉 所以就相当于线衫 你看它上面这种 灵纹针织 我觉得非常的显年轻 跟刚才那一件一样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半高领的 一个这样收口 最好看的就是这个袖子 灯笼袖 我觉得穿起来非常的门妹子 试试看这样子的 灯心绒的喇叭裤 然后上面配这样白毛衣配鸵色大衣 看会不会好看 这条灯心绒的喇叭裤也是Free People的 然后它是属于那种有点波西米亚西部牛仔风情的 前面是这样子一个排扣 还蛮特别的 然后吹在身上比较的潇洒的感觉 这样会好看吗 可以 就是也成立也合理 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件新的衣服买来 我要熟悉它一段时间 然后摸索和它磨合一段时间 然后过一段时间比较看惯它才会觉得好看 现在这样就觉得好像 总归还缺了点什么的感觉 你们觉得呢 今年我觉得我真的是掉到绿色的坑里面了 就这一件针织外套 开衣你们看一下是这样子蝙蝠袖的 然后它是这样子长款的开衣 我觉得长款的开衣不是特别多件 很多全都是膝盖以上的 这样一身搭我觉得就又比较有气质 然后也比较乖的感觉 我包的话我想配一个这个剑桥的牛津包 这个是我已经去年买的了 然后我已经用了很久 这个包这里搭扣这里还蛮方便的 然后去年双十一和黑五的时候 剑桥包的折扣还蛮大的 不知道它们今年怎么样 像这种比较娘 然后比较稳静的搭配的话 我觉得会想要搭一个比较硬朗一点 帅气一点的包来平衡这样 搭一个帽子会像是时髦很多吧 你们看前面有个笑脸的 我买的就是最基本的黑色 我没搭给我不知道好看不好看 哎呀 哎呦有点小吗 哎呦有点尴尬吗这个场面 为什么让我想到许仙戴的那个帽子呢 好怪哦 嗨嗨 嗨嗨 西湖美金 如果它是白的话 现在就跟许仙的帽子一模一样了 什么鬼啊 我本来是大脑里想的要这样搭一身的 但现在这个帽子 我觉得分分钟就有一种很有喜感的感觉 哎你看 就是真实的购物分享 就是经常会发生车祸现场 哎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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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许仙 帽子然后后面再加放在后面吗 算了算了算了 我们换一顶 换一顶帽子 这顶我戴过 就像我帽子戴着 会增加整体的搭配度啦 但是这个帽子看上去是不是戴着有点白莲花 所以不一定每个搭配你们都会喜欢吧 但是我们就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哪个好看哪个不好看 我这个月一共就外拍拍照没有拍过几次穿搭 但这条裙子我拍了两回 就是入镜率整个那个较高 超级无敌好看 它是这样子的中长半裙 穿的身上是过西的 这个格纹我觉得超好看这个配色 是这棕色米白和墨绿三个颜色的拼色 正好长度和我这条外套也还蛮搭的 是这样子过西的 但是它不是完全这样包口的 这边是有一点开叉的 你上班通勤也可以 逛街也可以 出去约会也很可以 因为这种墨绿色的搭配 我觉得是女生穿起来增加一点神秘度 增加文艺感 如果它这个针织比较娘的话 这个风衣也是OK的 我今年在Otherstories还买了一件毛衣 这件毛衣一看这上面就有写我的名字吧 它是这样子的脏橘色 是这样子马海毛的 所以你看到没 就是毛会这样子戳出来的 这种嘛比较容易掉毛 然后你穿在身上也相对会比较扎一点 因为有马海毛在 但是就好看啊 就这样子毛绒绒的 这样出来感觉就很增加温暖感 然后这一件它这个针织是有一点点这样子透的 尺寸我是XS89O 好 说回这个COS 我觉得它的质感还是比别家的那种快销啊 会稍微质感好一点 然后质感稍微高级一点 然后我最先买的是这条红色的半裙 它的中长款 然后是非常正的一个正红色 就是圣诞啊或者新年 或者纪念日约会的时候 那天去的时候是钢铁侠陪我一起去的 然后试的时候他就说 就是我觉得这条裙子是那种很有女人味的 然后直男审美下非常可以接受的这种半裙 自己平时衣服的颜色很多都很保守嘛 我觉得这件大红的很有气场 而且会一下子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然后我还在COS还买了一件 就是在镜头里看肯定很不好看 很无聊 因为我已经有拍过照这一件 它是这样子的羊毛的连衣裙 是这样子的高领 然后你高领你既可以这样子 就不要去翻 双边翻起来就会比较规矩一点 这样子随便的 一方面可以孤双下巴显得脸比较小 一方面这样我觉得比较时髦 然后这件衣服真的是看起来平平无奇 拍照拍出来也不好看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看 我觉得穿起来就觉得 哇整个气质好好啊 看上去看上去好高级 因为它这边嘛 它是完完全全的全部帮你包住 非常修女式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袖子呢 又做成了这样子的中袖 整个穿在身上的感觉 就是那种毫不费力 就营造出来的那种很简单大方的感觉 在COS还买了一条半裙 这条半裙也是我就是看到一眼相中的 不是很便宜我觉得 79 然后它还蛮特别的是 这样子的暗黄色和灰色的一个格纹 我先想配配看上面配这样脏橘色 还可以吧我觉得 黑色的 我觉得黑色的话会更凸显这个格温 本身的这个质感 黑的会成熟一点吧 我觉得整体质感 看上去比刚才那一套感觉要贵 你们觉得呢 黑的的话搭那个涂色大衣会好看 好看吗你们觉得 这样搭我觉得也还蛮合理的 蛮简单的 还是有点毛茸茸 然后有点厚度的 然后裙摆是这样子有一点点的A字 又不是说很夸张的那一种 这个格纹我觉得它好看的一个原因 在于它不是从头到尾全都是这样一个滑纹的 它是这样不规则宽窄 然后拼接交错 然后又有当中一个中线 这样子一个格纹 这样子的格纹就比普通的那种格纹裙 看上去要好看非常多 我觉得这条算是COS性冷风的衣服里面 比较有女生特征的一条半裙了 对还有一条裙子 这条毛衣是那个Free People的吗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我就这样搭还不错 然后它有一条裙子搭这个毛衣 我觉得是春夏秋冬三个季节都可以穿 这样子的花 然后花而且是这种暗黄色和这个湖蓝色 两个拼的那种花色 但是我这样远远的看 我就会想到沙巴的萤火虫 是这样子的 它是这样子过膝长的 然后裙子它是有两层的 里面是有一层内衬的 所以质感也还不错 我穿上去就是那种轻轻的 我觉得像这种彩制的那种百折裙 你春夏秋三个季节也可以穿 然后秋冬的时候里面搭一个黑色的脸裤 你又可以穿 可以穿靴子 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套 还蛮舒服的吧 然后这条毛衣你可以系这样子放点在里面 然后露出腰线 其实这条毛衣你也可以这样子 这样 这样才好看吧 好这就是今天的我所有的购物分享 很多衣服也是买回来我第一次穿 第一次配 不知道今天这样子有点搭配 大家一起想的这种形式 你们是不是喜欢 那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给我按一个赞 我就知道以后我也可以继续用这种形式来拍 那希望你们双十一 一切都安好 我们过两天再见 拜拜